2010年快乐男生选手刘柱成为了关注焦点,当初刘柱参赛,以外表穿着打扮,声音都像女生,遭到了评委安妮玫瑰一儿再再而三打断唱歌剧一是否女生,唱功不错的她后来只不成都唱去 三十五强,更令人感到气愣的是,过去了十年之久,刘柱至今还被这位评委继销华网络罢罢罢利攻击,不仅遭到屋檐惠语的骂骂,韩古东网友一起对其人肉搜索,这样的行为激怒网友惹起名分,录制毫无大的素养,简直就不配当评委 刘柱对此也亲自回应称,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突然收到了很多私信,然后就来微博看了一下 我已经不玩微博很久了,原因就是,嗯,大家可能都懂吧 我只是偶尔上来发发照片告诉,可能还关心我的一些朋友 我还活着,既然来了,就发一张现在的吧 希望大家不要再去骂某人了,不然他又要来骂我了 其实也不是生不逢 十,任何时代似乎都有像评委的这类人,并不是穿女装就不是男生,并不是穿了男装就不是女生 毕竟,她的装扮也不是猎其另类的,而仅仅是一个女生的打扮穿着 在看现在的娱乐圈竞选竞赛,仍然有很多人带着一样的眼光,去歧视去被依别人,质疑别人的性别 当然,即使是真的性别认同障碍的人群,也有追求青春,追求梦想的权利 虽然有人会不喜欢,但是也会有人去认同 作为不认同的那类人没有百分百的资格去否定,那些认同的人了解她的权利 有时候真的不可以用我们固有的偏见去看待一个人,她或许与我们有些许不同 但只要是善良正能量的人,就值得我们尊重 毕竟被网友骂和被评委骂是不一样的,网友素质参差不齐 但这个评委还是个心理专家,不知道她为什么对人有这么大恶意 这样的人去给别人做心理研究心理咨询不是害人吗 对此大家怎 卯看